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做的是很多啦 但是都没有做到重点 都没有做到重点 这几项并不是很多啦 我们同产之后也知道 如果把这几项做好的话 我相信我们原则里面相信 绝对会有感觉 报名比如说现在那个微销贷款 我们推得很顺利啊 而且同胞 而且我们也因为有陪伴的机制 我相信这个部分会 微销贷款是最近才做的啦 对对就是我 我现在所讲是累计已经这么多年了 是当然 我们最需要的 应该很明显的呈现在政府的面前 因为我是总基层 总基层到现在为止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像农路的问题 农路改善的问题啊 这是我看到整个议算 包括你们的议算 包括农委会的议算 都没有啊 昨天我也 前几天我也咨询了我们这个经济部 是没有 他们是有编 农委会有编 被删掉了 现在他们在胜负 是 像这样的情形的话 我们老马兄 我们相亲怎么会有感觉嘛 对政府的施政 这么一向 叫喊了多久 当然你们现在 现在研迷会 你们可以把那个 用联络道路的方式 对对对 毕竟那个议算有限啊 所以如果就是 那个需求来哦 我们上一次也跟委员报告过 这个我们会跟在行政院里边 再去跟其他部会去争 这是第一个啦 对对 我现在先讲这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个那个方向 第二个 中华店的问题 土地中华店的问题 现在七八千件在 在 在你们的手中 但是 执行的结果呢 就那么几件 执行不到百分之五 你看这一次你们 难得 发发放这个 这个时候钱状 对对对 老百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想 非常感动 对 非常感动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快呢 而做法上面呢 我们已经有 具体的做法 这个 那个土地付权的 这个工作 一定会比过去更快了 另外 至于说那个 真话边这个真的是 你也知道 那个困难在哪里 另外赵林的政策 赵林的政策 要我们原住民赵林 要我们要水土保持 汉氧水资源 野生生态的保育 种种的功能 但是 我们赵林几年 现在只有进完补偿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收入 整个那么一大片 有时候有钱中 有时候有钱不能使用 也不能砍 砍还有经过申请 申请也有一定的那个 一定案 像这样整种的问题 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 累积已经多少年 当然 很多的建设 很多零零星星的工作 看到你的报告里面 是写的蛮多的了 你们是做的蛮多的了 但是真正老百姓的 期待跟期盼是在哪里 我想这个是重点 公务饱和的问题 三四个项公务都饱和了 我想我所挤的这些 事项 都是我们老百姓 相信所期待的 政府能够针对 这几项来做的话 我想绝对会有感觉 包括没有感觉 所以我想 市委 因为你是我们 圆明会最高的行政机关 这一些 我们原住民相信 最大的需求 应该当成一个重点 你这个没有解决的话 还是一样 没有感觉了 了解 我们会把那个力度再加强 也希望委员 帮协助了 昨天我看到 经济委员会所呈现的一个报告 总统上任之后 他有一个二台十二大建设 二台十二大建设 他现在整个进度 都是超过百分之百 进度 都是达成了 但是这个 二台十二大建设 里面 没有属于我们原住民 没有属于我们原住民 当然那是共同 一个大建设 缓过来看一看 当时 对我们原住民也有 十二项的政见 我们对我们原住民 有十二项政见 十二项政见 中平委里面的评鉴 说大部分都跳票 也没有吧 爱台十二大建设 现在进度都超前 中平社的评鉴 我们这个 原住民的十二项政见 说大部分都跳票 但是我看一看 你们是有一些都在执行 但是没有人统计 我们看不着你们现在的进度 到底如何 总统下了这个 这样对原住民的 稍微大政见 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单位来做一个 报告委员 这个有了 我们以前都做过报告 关于那个总统政见的执行 我们都有整合 还有整合 当时我们比如说 看不到你们的那个 在这里当然没有了 爱台稍微大建设 那个整理出来给他 爱台稍微大建设 里面 他们那个 进建会的报告 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不到 他可能是含在那个里边吧 这个我们会把那个 我们这部分 把它整理出来给委员 所以希望我们 主委能够把这个整理起来 是是是 我想这个责任应该是在原民会 有这个有 我本来是说 这个也关系到 经济方面的建设 我也是希望我们 进建会能够做一个统计 做一个整理 是 他们也会做整理 但是应该责任是在 你们 网易有一些 真的没有做到的话 还是还没有进行的 这个要积极地处理 他一直都是我们过去 三年控管的工作 所以有这个报告的 这个委员 我再补给你 他那个可能是把 这些都融在 整个政府部门去表示 所以可能没有凸显出来 再一点 这个自治区的问题 目前的状况 我们也听到了 有委员在反令 包括在行政院里面 现在正在审查 我看在短时间里面 好像有问题 短时间里面要通过 好像有问题 我们至少行政院 这个部分 希望在十月底 以前能够送到大院来 那个送到我们大院来 到我们立法院来 是是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 我说审查过程 要能够很顺利 我想这个问题蛮大的 这就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 那之外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 真正问题在哪里 真正问题 一个是大家对空间重叠 大家的观点不同 所以 我们虽然 尽一切力量来做说明 但是目前至少大家还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政府这一部分大概对 它会不会有这个组织重叠啦 还有这个里边这个经费上面 还有这个跟其他各部会 那个之位 这是条文的问题啦 这条文里面的问题 我现在说谈的 你现在三个法 你现在三个法 三个法要同时一起检视 在行政院一起检视以后 再做修改 再做修改才送到立法院 我们先是 现在三个法 自治法先 自治法先 对 因为过去自治法的进度 本来就比较早 而且它已经在大院 也经过九个多月 老师应该也 也有听到说 有人讲说这个 国土计划法要先啊 或者是那个 行政计划法要先啊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自治法 像这样的话 我看永远很难通过 是我们是自治法有先 自治法有先 因为国土计划法 跟这个行政计划法 那个是整体的 不是针对原住民而已 那是整体的一个法 可能在那两个法里边 要有一些条文 要加上一些 跟我们的自治法衔接的部分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这是 内政部也在九月十号 十二号 十四号 分北中南召开这个 三个法的一个公庭会 是 我想一个法都很难 很难很难处理 你三个法 办一个公庭会 而且每一个部落代表 每个区域 十一个人 我想这个问题蛮多的 所以自治法应该是优先来 来去处理 对 因为它已经走过 同时国土计划法 我们还是希望要用专章了 原自民现在有专章了 行政策划法将来 行政策划法 还有合并的问题 相理相合并的问题 县理相合并的问题 这相当复杂的 所以我们不要其他三个法 要同时来做一个检视 还是以自治法为优先 是 谢谢